知名YouTuber花蓮隊長平常是一位包車司機導遊 在040災強制之後不怕危險騎車挺進泰魯閣災區 用鏡頭記錄下災後畫面 不過影片一出卻讓網友質疑出入災區是否有違反規定 對此泰管處回應 園區內九區洞、沙克蕩、白羊步道等都還是管制區域 民眾擅闖進入可能會受罰 沿路拍去整條道路滿目瘡痢 遇到斷橋忍不住心痛 原本美麗景點地震中直接消失 施工人員不畏辛勞危險 鋪設道路不設電線 眉目都讓人觸動 0403花蓮大地震 不只帶走了好幾條人命 這名景點泰魯閣也首當其衝 發生山崩後處處都是危險 過去的美麗壯闊如今幾乎面目全非 花蓮一名寶車司機導遊 花蓮隊長劉秉達也敢不捨用行動拍下載後泰魯閣 我個人認為是我自己的使命吧 因為我很鍾愛泰魯閣 所以我才要跑進去拍 我進去我很心痛 因為每個都是我熟悉的地方 每個點只要是有變化我心都會很痛 進到這句每個景點都成為心中的痛 劉秉達拍下影片不只要紀念死去生命 更要呼籲泰魯閣重要性 影片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了 不管是國家公文那邊的一些狀況 或者說人民他可能會檢舉 網紅會檢舉說奇怪為什麼他可以進去 劉秉達也指出影片放出去後引來許多質疑 但其實道路一直都有開放時間 但由於有落實等危險 還是要做好準備 官方在做某些事情之外 那我們可以做官方做不到的事情 要做官方沒法做的事 紀錄災後泰魯閣 更要透過自己行動重振花蓮觀光 記者綜合報導